哈喽大家好,我是齐聪 今天我想继续讲一下关于教育的课题 上一次我说了小学跟中学 今天是时候说大学 可是在大学之前呢 我要今天要特别用一集来讲 中学跟大学之间的一个阶段 就是从中午过后到大学 这一小小段路 这一段的路的故事呢 比小学中学大学还要精彩 所以我用一整期一整集来讲这个东西 中午过后要进到大专教育 有很多种不同的途径 这个教育现在已经是一个自由市场 大家只要有钱,大家可以自由选择 我先说说一下各种各样的情况 按照年代来分配 我就说最早期的时候 比如我是80后 在我甚至更早期的时候 那时候呢 并没有很多私立学员 基本上那时候人可以读到中学毕业 应该比我再大一个年代的人 可以读到中学毕业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然后中学毕业过后如果要生 没有私立学员 就只有去政府大学 就只有去政府大学 然后去政府大学呢 我现在说的是华人 华人呢就只有一个途径 就是一定要读中流 读了中流过后 然后申请政府大学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然后后来呢 就开始有了拉曼学院 有了拉曼学院 那些进不到政府大学的 是不是就可以去拉曼学院 这是另外一个途径 后来拉曼学院又再提升 变成拉曼大学 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然后拉曼大学出现的同时呢 那也很多私立学院也出现了 私立学院他们的功能也跟大学一样 他们可以提供学士课程 OK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点点的变化 就是中午毕业 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华人的中午生 他现在中午毕业了过后 他站在十字路口要怎样选路 他前面可以选几条路 现在的啦 我刚才说的是以前 我现在说现在的 他可以选几条路 第一条路 如果是家境不大好了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出去读书 没有钱啊 OK 就只能选一条路 中六 去读中六 然后中六考到一个好的成绩 然后去申请政府大学 这是最普通的一条路 OK 还有一条路 不过是很不普通 甚至是说要 然后等于是中彩票的 他几率跟中彩票一样 就是你中午的时候 你要申请MATRIX 就是跟那些马来人一起去读的 就等于马来人的中六 MATRIX 不过你是要用中彩票的几率 华人的份额不超过10% 你可以中到 你可以中到这个 然后就跟马来人一起读 马来人中六 就叫做MATRIX 然后一样是申请政府大学 OK 这两条路 第三条路 现在可以说是最多人用的路 就是你家里的家境还过得去 至少爸爸还有办法供你出去读实力学院 你中午毕业过后 你就直接去读实力学院的先修班 就是实力学院提供的中六 它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一年还是半年的课程 是让你衔接学士课程的 一样是要给钱的 主重一点是要给钱的 当你给掉这个钱过后 你读了这个实力学院的中六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进入实力学院的学士课程 所以对于马来人来说 基本上就是三条路 我再重复 没有钱的就是选择中六政府大学 好彩幸运的就选择 不是选择是人家选你不是你选择 就是中午过后跟马来人一起进入matrix 然后进入政府大学 然后common的就是比较有钱的 就是中午过后也不要浪费时间去中六 就直接去读实力学院的先修班 然后进入实力学院的这个学士课程 就是这三条路 大专交易 华人当今大马华人的中午过后的升学路 就是这三条 然后这几年呢 这十年来 十年二十年来呢 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就是以前呢 我们还可以看很大多数的 华人有读到大学 华人大学生都是通过中六 然后进到政府大学 可是你现在你看上去 尤其是现在的00后 没有多少个政府大学出来的哦 有发现到吗 政府大学的华人真是越来越少 全部都是私立的 越来越少 什么原因啊 好 OK 首先 我告诉你们就是我们 太多细节 我没有真评实据 我没有办法讲 我只能从结果上来讲 至于它的过程是怎样 后面怎样黑箱操作 大家自己去想象 总之就是政府有意无意的政策 到最后导致的一个结局 就是华人子弟 其实也不是针对华人子弟 你马来人印度人读中六都是一样 我直接讲中六生 STPM的学生 STPM学生的考试 基本上就三个特点 三个难 三个难是哪三难 难读 难考 难进大学 OK 第一 他真的很难读 OK 第二 考试也难 第三 才是最早到的 你就算拿满分4.04个A 你都未必可以拿到你要的科系 所以就是难进大学 所以我刚才在强调 政府有意无意的政策之下 结果导致了中六的学生 即使拿到很好的成绩 也没有办法进大学 拿到自己想要的科学 啥了咩 难读难考的考试 到最后还拿不到自己要的科系 浪费两年时间 全部人都是这样想 所以到最后呢 华人自己放弃掉中六 所以华人也不要浪费这两年时间 只要家里稍微有点钱 甚至就算没有钱 借也要借到来了 就去了 私立学院 绕过了中六 有一小部分的华人子弟跟马来人一起去读 马来人的中六 然后就进到大学 是这样 过程我也不说 总之从结果上就是 他们可以进到政府大学的几率是很高 而且可以拿到自己想要的科系 热门科系的几率是很高的 跟中六生相比 大家可以自己去比较大学的 大学的现在 我告诉你 那些热门科系 包括医科、牙科、药剂 现在已经是可以讲是100% 没有中六生 然后都是MATRIX的学生 我这里也不是说MATRIX不好 我很坦白的说 我本身 我的马大雅科 我也是很多MATRIX的同学 都很厉害的 不是我没有讲MATRIX不好 我是说现在华人 已经没有办法广泛的通过中六这个途径 进入政府大学了 第一大决机就是难读难考 到最后也拿不到自己要的科系 所以干脆放弃 直接去私立学院 这是现在很多人都面对的问题 所以我讲了一大堆 就是把现在的问题讲出来 就是 可是要怎样解决 这个 其实是关系到种族问题 要怎样解决 其实老实说 我真的是宁愿 我宁愿回到MATRIX的孤达治时代 那个时代还没有现在这么糟糕 老实说 以前呢 丁丁说 60%马来人 30%华人 18%印度人 还好过现在 老实讲真的好过现在 现在的情况是 老实全部华人已经主动放弃中六了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当然我不是提倡 我不是提倡 顾打字 我只能说 从结果上来看 以前那个时代好过现在 现在 没有比现在更加糟的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为止 关于这个中五升上中学 这一段路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故事 跟坎坷 接下来我还会继续说大学交易 OK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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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